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国家著名的相声大师马三利 介绍一下 马三利出生于北京的一个曲艺世家 他的祖父马成芳是当时颇有名气的评书艺人 父亲马德禄则败在相声界的前辈艺人春长龙以及恩旭门下学相声 是当时赫赫有名的相声巴德之一 巴德就是有八位有名的相声演员 他们的名字当中都带有一个德字 那个是相声那种 形势在翻演 节目数量在增多 而每个人汇的东西也都很多 比如是马德禄就有相声公司的美称 就是他汇的多 使得也非常活 就是这样 马三利还有一个哥哥叫做马桂元 是相声巴德当中万人米李德阳的弟子 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按理来说 马三利的人生道路一早就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了 理所当然的 他应该跟着爸爸和哥哥一样学说相声 不过当时的情况并不是咱们现在想的这样 实际上马三利的父亲非常反对他说相声 为什么呢 是觉得马三利没有天分 不是干这孩的料吗 恰恰相反 各位 事实上马三利的相声天赋 很早就展现了出来 说一小故事 1927年秋 13岁的马三利还是一个中学生啊 一个星期四的下午 原本班上安排的是一节体育课 可是天空不作美啊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把孩子们困在了教室里头 这让很多同学都感觉到很失望 待在教室里干什么呢 就在大家伙无所事事的时候 马三利突然被老师点了名了 每逢星期四啊 下午啊有这个体操班上课四十五分钟 这里面四下雨下 不能去啊 都在教室里吧 老师呢 又知道我爸说相声 就点门让我说 我一说呢 我都是在剧场里听会的 单口笑话 我一时呢 把我说相声 大话该听 老师也高兴 马三利怎么也没有想到 他的笑话是大受好评 最后全班一致决定 以后只要下雨天不上体育课了 就改成马三利的专场表演 我也高兴啊 我回来想 没活 就这段 就回这一段 下里面是 如果感受下雨天 我说我怎么办 我使什么啊 我找我哥马桂元 我说你给我说一笑话 我盯着 我盯着学校说去 盯着一刻去 我不说每次星期最下雨天 主任我说 他就跟我说两 说两段 我听完 我背了词 我记住了 极场演下来 这马三利就成为了学校里头 小有名气的风云人物了 这一段少年经历 充分证明一点 马三利在说相声 逗乐方面 是天赋异禀 那么问题来了 马三利这么优秀 他父亲马德鲁 为什么不想让他说相声呢 这个就得说到当时的历史环境 马三利童年 乃至少年时代 生活在观念很落后的旧社会啊 咱们现在说 说相声评书 叫做艺人 文艺工作者 特别八尖的那还艺术家 大师泰斗呢 可在旧社会 那是下酒流啊 甭管你艺术水平高低 都是下酒流 地位和名声非常之低 人家讲话呢 你就是登三轮的 辣椒皮的闺女 也不愿意嫁给说相声 这行业就低 无子行 伺候人 所以稍微生经济条件好一点的 绝对想把孩子培养上学 哪怕就当一个邮局的 小普通的办事 这就是为什么 马德鲁不愿意自己儿子说相声的原因了 在父亲看来 说相声 你说到底一辈子也就是下酒流啊 你只有好好念书才能光耀门眉 所以说相声挣到钱之后呢 马德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送两个孩子去上学 当时哥哥马桂元被送到了天津东马路的商业学校 而马三丽呢 则进了天津有名的惠文中学 这惠文中学创办于1890年 是天津市最早的中学之一 创立之初呢 因为重视体育和英文教育 吸引了众多的名门之后和富家子弟 是当地有名的重点中学之一 这样的学校收费那有多贵呢 不难想象啊 是吧 可是尽管如此 马爸爸啊 宁愿是日夜辛苦赶场 也要坚持供马三丽上学 他是那个向演员里边 唯一的一个念过中学的 那侯果林他们就念几天书 而马三丽是念了中学 惠文中学是天津很有名的 父亲的一片良苦用心呢 我们能够感受得到 可是最后结果怎么样 我们也都知道了 马三丽还是走上了 说向上这条路 别说他了 他哥也一样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下节说 事业刚有起色 家庭却遭遇危机 在外闯荡的艰难岁月 给马三丽带来了 怎样的转机 江西卫视经典团集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父亲马德陆 辛辛苦苦供儿子读书 最终事与愿违 马三丽还是说了相声 这又是为什么呢 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 1929年 一代相声大王万人迷李德阳 在去奉天演出的途中 不幸身染重病 客死他乡 那您要问了 这李德阳的去世 跟马三丽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 先介绍一下李德阳其人 他可以说称得上是 相声史上一位 划时代的人物 有人评价他的段子 词句修杰雅苏共赏 因而缺了一大部分 不仅平民百姓爱听 就连很多文人默克 也是他的铁杆粉丝 所以才有了万人迷这个外号 当时他有三个搭档 其中之一便是 马三丽的父亲马德陆 说相声万人迷 用三个捧鸣的 马德陆 马三丽的父亲 周德山 马三丽的师父 还有一个张麻子 三个捧鸣的 每月一人四十块大头 三个捧鸣只能用一个 今天你合适我就用你 明明他合适 可是他每月开支 都是四十块新大 哪个说相 马三丽又讲了 有一句话 那李爷 那对人 那甭说了 男士那房子 那就是我父亲 给李爷捧鸣 又养家又攒钱 治的那房子 也就是说 万人迷李德阳 是马家最大的经济保障 他这一死呢 马家人的日子 恐怕就不好过了 果不其然 失去搭档的父亲 马德陆很快就被戏园子 或者茶园子给辞了 收入一下子 从四十变成了零 虽然后来父亲 也找到了工作 但是收入还是回不到 之前那个巅峰水平 差远了 没多久 哥哥马桂元 也不得不辍学 说相声了 可即便如此 父子俩每天赚的钱 也只够糊口 哪里还交得起 马三丽的学费 最终被迫向现实低头 十五岁的马三丽 只能离开学校 拜相声八德之一的 周德山为师 正是学说相声 包括名义上 虽然拜了周德山为师 但是实际上马三丽 真正的师父 是自己的父亲和哥哥 只是按照规矩 不能够自己家的孩子 自己带 所以拜了周德山 他要学的呢 其实还是马家相声 马氏相声的风格 马家的是相声 他有文革的继承 像那些个什么开轴场啊 什么白石会 红石会 什么这个爱武器 什么大保镖 这些东西 传统人家 马家的东西 马家的相声呢 是父亲马德路 从师父春长龙恩旭那 继承过来的 这两位呢 都是清末落魄的奇人子弟 不仅见多识广 还精通吹拉弹唱 而且还有着 五文怒墨的才气 因而他们创作了 许多属于 文字游戏类的段子 讲究的是 幽默文雅 取笑而不庸俗 马德路呢 先后败在他们的门下学艺 恩旭后来还成为了 马德路的岳父 也就是马三丽的外祖父 因此呢 受这两位前辈的影响 渐渐的 马家就形成了 擅长于文根 和灌口活的 两大表演特点 是啊 古怀冲天 奴隐沙地 门庭壮丽 金扁高悬 刚刚这段 是传统相声名段 夸住宅的一个小片段 直到今天 喜欢听相声的朋友 您去听一场相声演出 很有可能 还能听到这个节目 其实这原本是 马家的看家的节目 夸住宅 听名字 你也不能猜出内容 主要介绍 中国古典住宅的 雅致与古朴 东华院 茅房带茅房 西华院 茅房带茅房 这是国的刚改的 所以 他的这个词 文学性很强 后来 马三立 又在这个基础上 进行了改编加工 把马家的另外一个特点 灌口融入其中 这就是有了一个升级版 所谓灌口 是相声的行话了 就要求表演者 演员 能够一贯到底 一气呵成的 把大段大段的台词说下来 万有千山万极 内有锦绣华堂 宫内摆设惊奇 真是象牙为窗 锦铃为慢 走碎踢钩 萧尽花帐内 有美女聪廷 一个个 瞎配泥伤 云环珠翠 貌美无双 娇容绝世 晨起梳妆 粉水如躯 哈气成云 一阵阵 香风扑面 翠滴滴 娇阴阵 阵耳 这是我们家 这是 这一段是马三立老先生 在65岁之后 录制的夸住宅 虽然年时已高 但是不难听出 马老的土字 清晰干脆 叙述是有条不文 与此同时 大家也都感受到了 这个灌口 难 对吧 光是把它念下来 别说各位了 就是我 这个主持人 都不一定六 但是我还凑合 有一个地理图 金明斯克 波兰花茶 罗马尼亚 保加利亚 匈牙利 杰克斯洛 法克 波拉格 德国 波林 丹麦瑞典 诺威 荷兰 比利 法国 巴黎 意大利 维远纳 伊斯坦布尔 托尔西 等等等等 以后再说 还可以 还凑合 像马老子们念得 又快又对 还有节奏感 这都是功力 我这是玩票 业余 别笑话我 那您要问了 这个是怎么学出来的 其实答案就一个字 背 或者恋背 刚开始背词的时候 马三立娜吃尽了苦头 他的哥哥马桂元 脾气暴躁 那出了名的规矩言要求高 每天师傅周德山教过的段子 哥哥都一定要马三立当着自己的面再背一遍 有的时候马三立在外面场子演出 哥哥也会挤在人群当中偷看 只要错一点 回去保证一顿揍 他也要求太高 非得按照他那样 他非得按照他那样 差一点错误不下蛋 他怎么使 他怎么演 你得看了 小了 他看你就得按照他那样 说错了就不行 或者改了就打 上台演 跟我跟你说的不一样了 下来 我爸爸讲话 就拿这手这么拼着 照脸这 这一下就肿了 有一句老话叫做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光是师父的严格要求是肯定不够的 最关键的还得是自己要苦练 那段时间马三立就是如此 他苦练基本功 家传的文段子词句绕嘴的 非常难说的 他硬是要比别人多练上十遍二十遍 要是碰上技巧高难的段子 马三立更是细心揣摩 有的时候他会发挥自己上过学的优势 把段子改一改改得更巧妙 更加符合自己的语言风格 这就成为了马三立自己独有的内容了 我们学练看演变 最后就变 变什么变化我自己的 变化我自己的这种手法 哪怕一嗯啊 他都得这该用不该用这点 往后撤一步 往前上一步 他都是经过设计好了的 同样的一句话 他不是说把这个原词都背下来 你就能够说这一段像 说都能说 没有不能说的 但是说好了 说想了 这个 才能说明问题 原本就颇有天赋 再加上之后的勤学苦练 马三立很快就能够 独挡一面的廖地 满意了 这里有个小知识 讲解一下 所谓廖地 就是对于露天表演的 一个行话 最初就是随便找一个空垫表演 上时期二十年代后期 相声演员开始进入到茶园子 或者棚子里边演出了 但是大家习惯上 还是把这种称为廖地 当时马三立常去廖地的地方是天津 一个叫做南市的地方 现在还有这店 只不过已经变成了一条食品街了 早年间这里是一大片的开挖地 后来百摊卖艺的多了 就成为了一个闹市了 就跟北京南城的天桥似的 在南市廖地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 马三立慢慢积累起了名气 到了22岁 他不仅收获了粉丝 还收了自己的第一个弟子 必须要说一句 当时能够开门收徒 那是青年一人得到同行 乃至社会承认的开始 也是自立门户的重要标志 可以说 此时的马三立是名利双收 正在往自己的人生巅峰奔去 然而 正在这个时候 命运再一次跟马三立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怎么呢 家里出事了 先是哥哥染上了鸦片烟的银 整天是浑浑噩噩 在野屋里养家了 紧接着没过多久 父亲染上重病不久 就去世了 一家人的生活重担 全部都压在了这个 二十多岁的小伙子身上 而当时马三立自己的情况也不太好 为了娶媳妇 他已经欠下了不少的债 现在还要料理父亲的后事 再加上还要照顾自己的大哥 这日子真的是 没法过了 一天难死一天 关于那段经历 马三立在自己晚年的回忆录当中 如此描述 为了多挣几个 只有豁出命去说 说一段混个两脚前 生活的重压 真是叫人喘不过气的 妻儿等着我拿钱回家买棒子面 债主等着我的利息 我是肉体繁胎的人 没有钢筋铁骨 如何尖得起这样的重压 就像回忆录里边描述的那样 那时候马三立真是豁出命去表演 每天的早中晚 马三立连轴转的说相声 可就是这样 还是落不上几个钱 没办法了 最后马三立决定到外地去闯一闯 碰碰运气 1938年他和搭档辗转南下 前往济南 关于这段经历的回忆录是这么说的 沿着向南去的铁路线 一站一站朝南走 赶集是赶商会交通路口 大车店只要能有听众 我们是料地卖艺 生意若不好 就在火车站的后车室里边凑合一夜 我自己省的不能再省 积攒到两块钱 赶快往家里寄 怕妻儿挨饿 就有这么的难 可是这一段艰难的日子 不仅没有压垮马三立 反而让他是更加用心的钻研相声 主要的是舞台上的这个实践 什么场合都见过 火了泥了 泥了就是没人乐了 火了就是受欢迎了 都见过 看看观众 这适合观众 观众是哪一类观众 我们使什么活 这必须要临时现决定 是文活 是舞活 是柳活 是闹活 等豆根的 子母活 要做包份多的 包份少的 怎么使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马三立逐渐摸索出了自己的表演风格 他开始把段子的发力点 放在表现小人物身上 当时这四十年代像 常宝坤 侯宝林他们 都已经进电台了 进了戏园子了 而马三立呢 还是料地 还是在那个地上说 他接触这些什么人呢 市民 特别是小市民 都是那个 底层的那样一些群人 所以他的相声风格就在这时候形成 这之后就有了我们熟悉的那些个相声段子了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开舟场 和夸住宅一样 这也是一个传统的节目 最初呢 他的内容只是表现一个小人物 如何信口开河 述说自己呢 在不同的节日里边做的各种施舍 主要目的是为了展现演员的灌口活 但是马三立通过自己的加工啊 却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一个 满嘴云山雾罩说话不着编辑的小人物 叫马善人 惊善 打我手下没害过生命 是啊 就算我身上找了大狮子 我身上宰着大狮子 兄弟大狮子 怎么办 急死 急死啊 太损了 扔地下 他急死害死他 没有 扔了 扔地扔地 扔地 扔地 怎么办 不论找谁 往脖子上一蹲 扔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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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 他把老百姓 他那个对象身上的缺点 都给放大了 你自私 我比你还自私 让那个听受的受众 就觉得我虽然自私 但是我还比你强 就让他们能够接受 有了代表座之后 马三立的人气越来越高了 没过多久之后 他就登上了当时全国说唱艺人 都非常向往的天津大官员剧场 紧接着 1948年 马三立又应邀到北平的 凤凰厅茶社演出 同时还在华生电台说相上 登上了更大的舞台 收获了更多的粉丝 34岁的马三立 终于是角了 名角 然而 此时的马三立并不知道 就在他事业走向巅峰的时候 他的命运很快 又要再次被改写 又怎么了 下结束 失去搭档冒蝶之年的马三立 如何再攀艺术高峰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历 前头说了 到了1948年 马三立凭借着自己多年的努力 终于是火了 然而 由于战争的关系 不久 全城戒严 所有演出更是严令停止 这一下子 马三立又失业了 更让他难办的是 当时平津间的铁路都不通了 马三立连家都回不去 那个时候 他只能站住在电台的后院 靠黎元界的朋友们照顾度日 刚刚登上巅峰 一下子又跌入谷底 这让人很绝望 让人很快 马三立的命运 再一次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个心脏有点说不了 不过这一次是好的改变 1949年1月31号 北平和平解放 古城一片沸腾 几天之后 马三立得以重新登台表演 这个时候他的身份变了 他再也不是那个 下酒流的卖艺人了 而是新中国的文艺工作者 这之后 马三立当上了 天津市取义团副团长 每个月的收入200多块 一个闯荡江湖的穷艺人 受到如此之高的待遇 这让马三立很感动 不过能力越大 责任也就越大 上任没多久 马三立就接到了一个 很有挑战性的工作 团领导交给他一份脚本 是由作家何池写的相声 买猴 领导对马三立的要求是 必须在十天之内 把本子整理好 那时候呢 那时候呢 曲团拿过来并没给我爸爸 先给别的演员 别的演员呢 就照本相科 照那词说的 效果非常不好 翻回头来又给我父亲 据说刘宝瑞 北京刘宝瑞先生也使过 也没改 后来这本子再给我父亲 我父亲一开始不爱接 想着他终归何持不是说相声 他写的东西如果不动 恐怕就不口语化 就没有相声味 领导交办的任务 马三立不敢马虎 在接下来的十天里边 他几乎就没喝过盐 累了就稍微休息会 调动自己几十年磨练的 传统相声的功底 自真剧着设计包裹 当然了 这里头不可缺少的 还是马三立擅长塑造的小人物 于是乎这就有了 后来大家伙都非常熟悉的 马的哈 猴爪子当然是很有力量的 第二点猴能耍 在文化娱乐上是有贡献的 第三点猴毛 猴毛大概能打毛线 买猴已经电台播出 立马风靡全国 马的哈成为了当时的 一个流行词汇 因为这个节目 马三立再一次名声大振 包括毛主席接见的父亲 买猴子买猴子 还说买猴子 何想而知 那时候电台的影响特别大 这个经理也给马三立提供了 一个新的创作思路改变 接下来马三立继续加工 又改变了何持的新段子 十点钟开始 我想当军事家 你当军事家 军事人才是咱们国家需要的 是啊 我要努力学习 不久将来我等当一位军事家 就从今天十点钟开始研究军事学 勉 练 力正 力正少许开不走 练骑马 学游泳 开铁车 开火车 开飞机 开坦克 学习革命军阉 全才的文领 我练射击 首要文言 腰准 三点呈现 请不许发 弹中拾环 神枪手 你干嘛呢 我说了机 我说了机 当时马三立全身心 投入改编的这些个节目 后来也成为了之后 他的经典代表作 一直演到他七十多岁 不过到了马老78岁的时候 这些个节目就再也听不到了 为什么呀 那一年马老的捧跟 王凤山先生去世了 这个不像很多人想的说是 OK随便一个现场演员 就能跟另外一个演员合作 这两个人首先在长相 在这个艺术理解 艺术功力上都要相仿 或者说相应成趣 这两个很像的人不能站在一起 两个特别有矛盾的人 也不能站在一起 没了捧跟的 这相声还怎么说呀 很多时候相声搭档 那就跟两口子过日子似的呀 搭了一辈子了 那这相声怎么说呀 此时的马老已经78岁高龄了 不少人劝他 你干脆啊退休得了 但是马老不乐意 用他自己的话说 我说了一辈子相声 突然不说了 难受 啊没了搭档 那还得接着说呀 说不了对口 那就说单口 这人是养难受 顺便叫 家春米发水灵了 打着西纸包一瞧 一瞧什么呀 里面是白纸包 这白纸包打着一瞧 哟 还白纸包 又打着一瞧 又是白纸包 怎么打 还白纸包 哎呀 这家春米发 什么呀 越着急上越痒痒 这骂子 打着最后就倒了一瞧 里面是什么呀 写小纸条 把纸条拿出来了 打着纸条一条 写了两字 马老 结果出人意料 马老带来的单口表演 丝毫不逊色于原来的对口相声 甚至还给很多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妈妈 拿着挂子了 你干什么 谁呀 逗你挖 好 看看 我是幼白的裤子 妈妈 她拿裤子 谁呀 逗你妈 这孩子 一会儿就 谁能想到 将近冒蝶之年的马老 再次迎来了艺术上的又一个高峰 还有我们奉献了如此之多的精彩的表演 除了刚才欣赏的家传秘法 逗你玩 马老给我们留下了太多的经典的单口相声作品 比如还有学唱邓丽君 起名字 请客 学瞎话等等 你要是有兴趣的话 觉得没听够 不妨找出完成版来 再重温重温 那么关于马老的故事 咱们就讲的差不多了 最后换之在这要跟各位拜个年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边一切顺顺当当 幸福快乐 当然 最重要的是 2021年还要继续的锁定咱们的经典传奇 各位都是我们的一时父母 辛苦辛苦 当然 更重要的是 一定要平安健康 今天的节目呢 就是这些了 关注栏目的官方公众号和抖音号 将新卫视经典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您不进去观看往期精彩节目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权线权活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